所以球莉到底做什麼樣的遺傳基因檢測呢? 我剛剛說過,遺傳性癌症的機率其實不高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它有很強的家族史 所以他媽媽帶有那個基因傳給了他 所以他怎麼知道呢?他就去做基因檢測 所以有一個基因檢測叫做安傑莉娜基因檢測 就是驗的這個叫BRCA1跟BRCA2基因 我剛剛說過,遺傳性的乳癌當中 其實BRCA1跟BRCA2它佔的比例大概 這個如果是遺傳性大概佔了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其實比例相當相當的高 這兩個基因其實是這幾年才發現 在不同的染色體 在磁雞對染色體跟死散對染色體上面 這個我剛剛有講過 它其實就是一個抗癌基因 當這個抗癌基因突變的時候 當然就容易得乳癌症 根據統計,如果你有這個基因的突變 你得到卵巢癌的風險 一般人的卵巢癌風險是百分之一 可是你如果有基因突變就可以增加到百分之六十 將近將近快 如果算得誇張一點四五十倍都有 如果是乳癌的話 一般人的乳癌機率是百分之七 你可以到達七成到八成增加十倍 十倍,十倍是很多的 好,另外它不是只會得乳癌 喝卵巢癌 它還有機會會得攝護腺癌 胰臟癌、男性乳癌 或再次乳癌 好,而且再次乳癌的機會很高 六成四 六成四 所以有的人反覆在復發 或許跟基因有突變 是有關聯性 所以安潔印象球力一直相信一件事情 就跟各位一樣 來聽課就會有知識 知識就是力量 結果他決定不做癌二代 不是不做負二代 他不做癌二代 他就秉持了一件事情 早期發現、早期預防、早期診斷、早期介入 他就把乳癌的基因 這個定時炸彈把它拆了 因為他確定他有這個基因突變 他就把乳房給拆了 這樣懂了 好 一般來講 這個就是不同的BRCA的基因 只要來講 它短生的乳癌風險是不一樣 通常一的風險會比較高 二的基因就比較低 我剛剛講過 不只是三一性乳癌有可能 有這種基因的遺傳基因 荷兔陽性的 荷蒙受體陽性的也都會有 只是比例相對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你到底為什麼 如果我自己已經是乳癌 我要不要做這個檢測呢 其實做這個檢測 對自己來講是怎麼樣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當這個基因檢測 檢測處有突變的時候 你的癌症的治療 或許就可以用這種新的標牌藥 重點就是說 因為你檢測出來以後 你可以幫助自己了解 你為什麼得癌症 而且也可以幫助家人說 你為什麼得癌症 甚至對他來講 他有沒有機會會得到 就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訊息 所以我剛剛討這個要提過 我剛剛討論一下 你怎麼做到 你為什麼不在乳 在一起搭討 我不會是坐在這裡